观众朋友好,欢迎您收看希望看新闻,我是高杰 今天在网络上一个非常热点的话题,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 就是美军的死神无人机在太平洋的训练 同时这些特遣美军士兵的胳膊上的这个臂章居然是以中国的地图为臂章的一个目标 那么这件事情被网络炒得非常的热闹 很多人说这是美国要针对北京进行斩首行动了 那么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 这个臂章难道每次他们还都换吗? 而且美军的这一次行动到底它的意义何在呢? 今天高杰很高兴为大家邀请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 一位是我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兵器以及汽车机械方面的专家李静 李静老师,李老师你好 高杰你好,高杰你好 还有一位是很多网友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是政经评论员秦鹏先生,秦鹏你好 高杰你好,我的朋友们好 我多次都邀请过秦鹏给我们做评论性的节目 今天呢我邀请二位老师呢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死神无人机的这个问题啊 李静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美军的这个臂章啊 首先这条新闻是不是真的?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个新闻绝对是真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啊 你看几个美国它的这无人机特遣部队的这些士兵或者他们其实是操纵员吧 你看他们每个人的手臂上都有这个臂章 而且这个臂章呢很清楚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个特写放大 它就是一个无人机 然后它呢就是在中国的这样一个地图上面飞行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那么这个臂章还专门针对这一次是做了这么一个东西吗 这什么传统啊 这美国美军 在美国其实不管它各个军种啊 其实他们臂章呢都是经常带的 但是臂章有两种 一种就是表示你是哪个军种 或者你是哪个部队 这样子 另外一种臂章呢就是和任务有关的 那这种呢通常呢就是像我们现在讲的 它这几个这个照片啊代表的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MQ-9特遣部队呢 他们通常呢以前都是在这个中东啊 阿富汗啊 那巴基斯坦针对恐怖分子 那已经反正已经是达到了这个建立了汉马功劳 但是呢随着美国战略的转移 那他们现在呢就开始面对一个新的敌人 那他如果当时在中东啊去打击恐怖分子的时候 他的避章是不一样的吗 有的时候有避章 有的时候没有避章 但是呢就是说通常呢不一定就说 他每一次在不同的战场啊都有一个避章 这倒不一定是每一次都是这样 但是他会更换 对这个避章随时可以 随时可以更换 非常之明显了把中国的地图放上去了 真的是要针对中共政权了 是这一次呢就是因为 随着美国战略的转移啊 MQ-9它这个特遣部队呢开始转移目标 这次呢其实他们的这次演习呢叫做Maritime Interdiction 什么意思呢 Maritime就是航海海事 Interdiction就是节级 那他们这个MQ-9这个部队呢 主要的任务是用来什么呢 顾名思义 就是专门打击对手的海上的各种 你说舰队也好船队也好运输队也好 专门是做这个用的 甚至他可以打你的这个海岛海港 但是这个MQ-9的死神战机 最引人大家关注的是斩首行动 特别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对苏莱曼尼啊 伊朗的这个恐怖分子的最高首领 对他的这种斩首行动 可以说震惊了全世界之后呢 包括金三胖然后呢就说 干脆瞄准他吧 他不总发射导弹吗 对不对 那么这一次呢 你刚才说的是针对海事的行动 看来并不是针对中共的 北京的政权的独裁者 那么网上呢很多人说 这是要对北京政材独裁者的 这样的一个斩首行动 所以我想从军事的这种机械角度上 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 究竟是能够跑到北京那边 去进行斩首行动吗 我想从各方面的资料看来 MQ-9 因为这架飞机实际上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 它并不是像这种最新一代的这种隐身的这种轰炸机 那美国当然有它的隐身轰炸机 对不对 那这个MQ-9呢 我觉得这一次呢 它也宣布了就是对海事部门的这种阶级 我相信但是呢 它带着这个避章的显示呢 美国是有行动在针对 特别是中共在亚太一带的 整个的一个战略部署的一个显示吧 那秦鹏这个《环球时报》呢 胡锡进昨天半夜啊 特意发了一篇文章 针对这件事情长篇的说了一下 那他讲的角度呢 就是其实呢 是美国的这个第二代死神无人机呢 他自己的战力不足以针对中国和俄罗斯 所以呢 他们要在保持他们在美国空军当中的位置 你看不看这篇文章 你当时看的 你是怎么看他这篇文章的 从胡锡进的这个反应来看的话 他事实上认识到了说 这个无人机目标的话 是跟中国有关的 他其实承认了 但是呢 他可能认为说 这个是某种意义上是强化 这样的一个部队的 他本身的一个地位 对吧 他可能是从站在这个角度去看 以他胡叼盘以前的风格的话 应该大声的吵啊 你这样的是对我们如何如何 怎么威胁我们 结果他没有 只是从那么一个角度上去谈 因为我觉得本身无人机这个事情 本身对他比较敏感 因为大家都可能好多人会想象说 赶快派这个无人机到中国来吧 对吧 大家就知道是斩首行动的 所以这个是对 我觉得作为胡锡进来讲 他在叼盘 他不会往这个地方去调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的话 其实我觉得呢 作为胡锡进来讲 这个时候其实他试图去转移目标 因为作为无人机这个时候去训练 我自己理解 其实他有更大一个含义 就是说他不然有这种 我们叫做提升技术 甚至的话 未来说可能怎么去解决 他现有的情况下 因为主要是原来在中东啊 或那些针对一些不是特别强大的一些这种 我们讲军事对手 对 所以这个情况下的话 他要想未来在亚洲 针对中国 针对中共这边的话 采取更大行动的时候 他就要可能在技术上 在这种突防上 在包括协作上 对吧 包括可能我们叫侦察机 或者是他的飞机上 协作上 都可能会产生很多这种改变 这是为什么要演练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技术性的一个问题 但另一个呢 你要是站在整个 我们看到美国的大战略调整 还有这个亚太战略的 这样一个改变上来看呢 他其实还是有很 非常明显的针对中共的 这样一个在去做的 所以不管是胡锡进 想怎么转移目标 但这件事情 美国的战略意图还是很清晰的 非常清晰 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像那个 透射出来美国的大战略在调整 一方面来讲 我们知道呢 说从今年的4月份 5月份之后的话 非常清晰的 美国就是要去针对了中共 非常清晰的再去说 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 为什么你强调是 今年4月份开始呢 基本上它有两个大的事件 一个呢 是整个大瘟疫之后 中共的这样的一个 不断的甩锅 以及呢 针对美国的这种防护设备 去采购 最后的话 再高价 或者是弄些假的等等 去带有攻击型的 而且呢和世界卫生组织 它也有一个这种合作 去在全球性的撒谎 掩盖去作恶 这个对美国的打击 对全球打击是非常严重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作为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呢 美国它其实是希望 中共那边给一个明确的态度 这是你的一个这种 无意识的 或者是一个错误性的决策 还是说你是中共的一个 这种本质的暴露 还是说你的一个国家性的一个决策 结果呢 就是非常明显的是 在四月份的时候 我们看到杨洁篪 夏威夷会谈 夏威夷会谈 非常非常明显 就是那个时候 我觉得全球性 大家都在盯着说 杨洁篪来了 到底是干嘛的 对 是道歉 你表示一个态度 还是说呢 你是做什么行动 结果所有的事情 发生之后的话 大家就发现杨洁篪来了 纯粹是在骗人的 没有任何的说道歉的形式 没有任何的说 其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说法 而作为了解西方来讲 我们都知道说 作为美国这样的这种西方国家 他们对态度的认同 态度的这种期望 有的时候要比这个事情 本身还要重要 就是说发生这个事情 某种意义上没关系 你说这是地方官员弄的 或者因为我的这样 那样的这种能力不足 我做得很差 没关系 大家一起来去改善 但是呢 如果说是认为说 你这是个本质的 中共本质 邪恶本质的暴露 或者呢 完全全是没有任何的这种道歉 对不起 他就会认为说 这个是个 最后的一根稻草了 就是这个时候 他就把中共当作一个敌人 在打 所以两个指标 一个是疫情 一个是杨洁篪 等于说 如果说那个时候 还有机会的话 杨洁篪和 最后也是机会 把门彻底关死了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你认为美国 其实已经他有部署 还是说从那个时候 就已经下定决心了 那个时候已经下定决心了 最明显的表现是什么呢 你看我们从五月份之后的 那个灭公司骑士 对吧 包括 司法部部长巴尔 包括这个 FBI FBI 国防部长 包括这个最后 蓬佩奥 他要来出面的话 就在谈这个 如何的去针对着中共 然后呢 是从外交上 从军事上 从反间谍 对吧 还有呢 甚至从外 这个到前几天的话 他甚至到了这个教会去讲话 这个在美国的这个传统里边 到了教会去讲 共产主义多不好的时候 这简直这个 我觉得这是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对美国人来讲 这清教徒的这样一个传统 基督教的一个传统 当他说把中共 作为一个敌人的时候 那相当于是整个动员 说整个大家这种基督徒的 或者整个这个精神力量 从这个角度 价值观这个角度 彻底去摧毁的时候 这是我们的敌人 等于说把它擅升到了 如果说你 现在很多大陆 包括中共呢 都认为这是一种利益 美国打老二 就是谁强大了 他有对手了 他要把打你 那中共那边也有这样的说法 说我们坐着呢 蹲着都比别人高 有这样的说法 那么看来呢 如果按照你刚才讲的话 其实如果到了属灵的这个情况 到了信仰上 这就是善与恶 对 这就是不一样了 这是完全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层面的东西了 当大家说都认识到说 这个东西就是敌人的时候的话 美国是能够从 整个从精神上 从方方面变一个 整体的动员 这个动员能力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的话 这一次的死神无人机的这种演练 并不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 对 而且这之前还有这个关于无人机的一个消息 就是在9月16号的时候 我们知道是炉头社 对吧 报道呢 说是美国卖了七种这种过去不可能集中卖的那么些武器 包括无人机 给了四中四架无人机 就是这个无人机 给了台湾 对 好像印度也有购买 没错 说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是有一个 这是一个大战略 包围战略 那么而且在9月 9月大概也是好像也46号左右 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 他还再次取这个是叫亚洲北约 过去来讲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除了这个印日澳 对吧 美 美国的盟友 这四大盟友来讲的话 他现在是要把那个是 韩国 再把台湾载进来 在这个新西兰 对吧 整个这样的形成一个这种包围圈的时候来讲 他真的就是中国 所以刚才呢 李老师你也讲到了 就是这个 这个本身这个无人机呢 他的这种战斗的能力 他能不能直接飞到北京 还是说像秦鹏老师说的这样 你其实在各个国家 像在日本 在韩国是不是都有他这个无人机的部署 现在连台湾都有了 对 就是他MQ-9实际上严格的来讲 他是属于战术无人机 他是执行战术任务 所以呢 他通常 他的带的这个炸弹的量啊 都是比较 比较小 小一点的 但是假如你说真的 要打到北京 那他还有其他的无人机 带的那个 那个炸弹的重量 是重磅级的 穿递的那种 就是可以穿递 什么一百尺啊 这种 所以那是战略性 这个属于战术性的 而且呢 他目前来看 从目前大家外界所关注的 这种斩首行动 他甚至是都不用这种 这种火力啊 就这种炸弹 这一类的武器 对不对 他好像是用一种 什么旋转的什么东西 把苏莱曼尼就给干掉了 上次干掉那个 这个中东恐怖分子首领 他是用一个新的炸弹头 那个导弹还是一样 战斗头改了 他不用这种高烈性的炸药 而是呢 他用小量的炸药 就是把里面呢 就是好像包了很多 这种小飞刀一样 一炸出来 那个飞刀 简直就在那个车里面 一通旋转 一通旋转 就像搅扣机一样 对 就把那个人 就弄得没有尸骨无存啊 就是这样形容的 但是车子外面看起来 没事 所以我想他用这种战斗部 主要的原因是想 就是大幅度降低 对平民的伤害 所以为什么这次呢 大陆也好 网络也好 对这件事情关注的如此的 关注这么热点 就因为他是个战手无人机 所以大家就在想象 哇 是不是要针对北京的那位 那位最大的那位去了 这是大家所关注的 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 像这个无人机 它怎么样去操作呢 他们部队这些士兵啊等等 是不是近距离呢 还是说他们也都跟着到韩国呀 到台湾呢 包括这一次的训练当中 我看看这个士兵上也是各个什么族裔都有嘛 对 他其实呢 我们看到的 就是说呢 他们首先 他们转移了这个 他们的那个控制 我们看到这个照片 你看一个一个士兵啊 他们架设起一个这个新的卫星接触器 实际上他们在中东和阿富汗 对这些恐怖分子实行打击的时候呢 这些操作人员 他们是在什么地方 他们是在内华达州 在美国本土 对 在美国本土 对 然后他完全是通过美国军用的通讯卫星 那是跨州跨洋这样 来控制在阿富汗的这个无人机 当然他的无人机呢 他实际上是从当地的一些这个军事基地起飞的 但是操控在美国本土就可以操控 对 天哪 而且呢 还是这样 因为他知道那些恐怖分子 是藏在这个山洞里边嘛 对 可能一到很晚的时候才回来 没关系啊 他这架飞机绝对可以飞24 48小时 所以他那边也是轮班制的 喝一杯咖啡回来看看 那个山洞出来了没有 说到这儿啊 秦鹏啊 我就想问李静老师 我是觉得 现在呢 你看中共那边其实叫声很大的 要打呀 然后呢亮出他自己的航母啊 各种实弹演习啊 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死神无人机 但整个的军事实力上 您怎么看 你觉得中共的目前的军事实力 有没有可能跟美国去有这么一战呢 我其实只是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啊 这个 咱们就说海军吧 看起来就是中共海军呢 虽然它有两艘航母 大家都知道那是超西很久以前 就很老的那个俄罗斯的这种航空母舰的设计 而且俄罗斯的航空母舰本来就不是一回事 嗯 它真的不能当作真正的航空母舰 嗯 所以呢 那两艘航空母舰呢 出来就是靶子 那真的是靶子 它没有这个足够的这种啊 这种空战的能力啊 来一般保护它自己 更谈不上打击对方 嗯 但是前一段时间当然就说 中共的那些五毛啊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什么 航母的杀手啊 那种东风导弹啊 这些呢实际上老是讲 你说这人讲导弹的话呢 美国人还不落后任何一个人 从数量从质量这样 所以呢就是 我个人感觉到呢 就是像东风导弹最近不是说发了两颗吗 结果美国说你发了四颗 那就说这就很滑稽嘛 结果广西的这些农民说 哎呦还有一个掉到广西境内了 对对对 老百姓把照片拍出来 对那照片都有了 那然后第四颗还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所以你说 中共都知道它第四颗飞哪去了 它自己也不敢 就说承认啊 公开承认 所以我觉得呢 就说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 就是中共它的这个海军的实力啊 确实是我觉得 这两颗导弹去 两颗这个实验的这种导弹也好啊火箭也好 他说第一颗发射成功了之后第二颗就不再发射了 他说第二颗怎么不发那些老的领导说不能再发了 一颗叫百分之百成功 第二颗如果发出去的话失败就只有50%的成功率 所以当时的年代就是这样处理的 所以他看到这四颗导弹的时候 我们这位听众说 百分之百那两颗头两个先是失败了 所以他后发那两颗成功了 算是发出去了 这从这个角度上我们的李进呢 这是军事专家啊 军事气节方面非常的熟悉 你得出结论呢 其实从军事实力上技术上 中共是不可能和美国成这种抗衡的 那秦鹏我也想问你 刚才你说到了美国下了决心了 那如果中共放软了呢 如果面上呢对国内他不能放软啊 从来他要挑动说自己多么多么的强 然后呢跟美国要决一死战 连国内的70多岁的人都说 要跟美国打仗的话 我也去当兵啊 但是民族情绪煽动的很厉害 那么中共如果底下 私底下再跟美国放软呢 说软话呢 美国会不会改变他的战略呢 我觉得不会 目前的整个说 美国的这种大的战略 已经形成了之后 他不会再改了 因为要消灭中共 就像当年的这个 里根总统一样 他要把中共 把苏共去消灭的时候 这个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国家战略 他不会再去轻易去改 原因的话呢 是因为认识到中共是不可信的 那么蓬佩奥公开讲法呢 是叫做不信任 然后呢是加以验证 那更直白一点的话 他在不同的地方在讲的时候 那就是因为中共是个非常邪恶的一个政权 邪恶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组织 他才会不信任他 才会说是要去消灭他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说是你 中共来讲的话 只是说说一些软话 私底下的一些软话 这个过去有什么区别 第一你还会在整个国内去煽动 这样的一些事情 而且在这种间谍 在这个其他方面 还是在组织去对美国采取盗窃知识安全也好 还是发动这种内部的这种攻击也好 还是军事上再去准备标准的 就是把美国当作假想敌 这些方面的话 美国是不会再允许存在的 所以呢 不管说中共这边再去说什么 我觉得这个决心是不可能再改变的 没有希望了 没有希望了对中共来讲 所以现在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时间问题 所以这一次的无人级的弊章 现在看来呢 还真不怪大家去很敏感 现在大家很多人对美国的每一个行动都非常的敏感 现在看大家就感觉还是对的 那么节目时间呢可能就要到了 希望呢我们两位老师和专家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呢 能从整体的美国的策略 包括呢这个无人机啊 这个死神的无人机 它的这个功能和性能上 包括美国部队的这个传统呢 让我们大家能够有深刻的了解 那么以专家的角度上呢 看到美国的政策呢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呢是把中共已经上升到了 这种善与恶的这个层面上 那么不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您对这件事情怎么看的呢 非常感谢二位 然后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呢 有机会还会请专家为大家继续分析其他的热点话题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点赞转发给我们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